三班鬼叔妖姬 反手安妮 那双方的班人应该跟上一局也是会如出一辙 没太大区别 看一下暴女 卡丽斯塔吗 卡丽斯塔班的一个可能性还是挺高的 或者说DK这边会不会一场卡丽斯塔 还是可能性比较高的 女桑卓那这边第三个泽拉斯要不要班 还是说留一下给自己拿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放泽拉斯给对面的 因为这边十天望他们的参数分析师 对于他们的一个英雄尺了解的也是非常的透水 这边也是在商量 到底搬不搬 玩玩玩玩不玩 不玩就搬了 对你不会写字你还不会玩吗 对玩玩不玩就搬了 不经常排位就这样吗 进来那个有人玩这个剑机没有 没有我就搬了 哦 赫卡丽姆 搬掉了一个人马 这样是把泽拉斯拿出来了呀 这样的话我感觉这边十天战队可能会去拿一个泽拉斯 看一下复仇之魔搬掉以后 先拿雷克赛 上一局雷克赛跟发跳魔灵的契合 以及自己的开团都做得很不错 对 而DK战队这边反手怎么拿 好 是选择拿一个疯女 疯女的话这边是配什么ADC呢 应该还是垂石 应该还是拿垂石 因为上一局的话是 自己拿了一个疯女 然后效果不是很好我感觉 疯女在5.4版本在开团或者说流人方面啊 不像原来那么好用了 对 所以说她可能还会拿一个垂石 这样打得更加的激进 以及在前期更加的杠可能力更强一些 同时呢打野也拿出了一个前期非常强势的芒松 对 这样放给对面的英雄其实还是蛮多的 我们看一下在对面辅助已经锁定的情况下 蛇队这边应该不会太着急把辅助锁了 嗯 辅助的话 蛇队这边更可能应该是保留一个中单位 或者一个ADC位 好 还是要先拿辅助吗 其实有的时候拿你的一个顺序 会根据他们队伍的一个carry点去决定的 你的意思就是跟那个压轴是一个概念 对 压轴一样 就好像我科的中单一样 就永远放在最后一层 就跟NBA的队员出场顺序 永远是球队老大的最后是一个意思是吧 是的 还是拿男枪 拿男枪 男枪的话这边Martin还可能会去拿一个Ethera 因为现在对线男枪的一个ADC的选择并不是特别多 散 散 散举实在 这个英雄在路人当中打是很脏的 混子爸爸 这个英雄特别混你知道吗 嗯 他有一点混就是 他能把帮自己的打野给混起来 怎么混就是偷对面的野怪 你这个太干净了 你这个套路 有一个特别当的套路 就是压制自己的打野吗 就是先把自己家的那个石头人跟那个 还有一点特别混的呢 就是你在线上 就是EQEQ推兵线 倒了别人来抓你反身开大招 那是6G以前呢 6G以前就很困难呀 我觉得还是挺好打 这个英雄 打蓝薄 一打一个准 所以刚才他也是想了一下 但是后来觉得这个英雄团战没有Ethera好用 对 因为他的一个输出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他作为一个团战的前排 虽然说比较稳 但是他的一个控制并不稳定 这边拿出来了一个老牌的辅助跟AD的组合 疯女轮子吗 拿出鹿鹿的话 那SGE这边的一个阵容就是一个跑跑流 疯女加上西威尔加上一个鹿鹿 鹿鹿的一个加速配合上西威尔加上疯女 这一个团战的一个开团能力是相当之强 弥补了皇子的一个开团能力 而且这个鹿鹿拿的还有一点比较好 就是鹿鹿鹿在中单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万金油 你打什么样的英雄 无论是刺客 他可以用护盾去抵挡你的伤害的同时 与你进行一些换血 还是打这种刷子型的英雄 他都可以跟你一起比发育 这个英雄拿出来以后是一个很聪明的角度 就是我先手拿这个 我既不怕被你counter 你拿什么 我又能比较好的限制你 对 如果说把鹿鹿放弃辅助 也是一个可以作为选择的 所以说这个英雄拿在手里反正不会有问题 当然这局有风女的情况下 就肯定是一个鹿鹿中单了 那DK这边最后一手是拿到了一个狐狸 就是狐狸中单面对鹿鹿在前期来说 并不是特别好的 对 那我们要看一下双方在最后一场比赛表现如何 赶紧进入第二场比赛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大家收看 英雄拿猛假机之夜联赛春季赛常规赛的收官之战 最后一场比赛 蓝色方蛇队红色方DK 那上一场比赛中呢 蛇队也是战胜了DK 看一下这场比赛DK能否触敌反弹 在最后一周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 拿下胜场 我们发现这一盘 蓝博的一个出门中央是一个不甲五红 而上一盘那个DK战队的一个LIMIT 他们出的是一个多乱顿 不过多乱顿也确实打出了一个前期的优势 但是女刀TP到下路拿到两个人头 简直就是噩梦一般的存在 对啊上一局LIMIT 非常郁闷 内心台词怪我咯 怪我咯 真的是怪我咯 我月塔强杀一次 我还把他压得 经验区都快出去了 对压了两波兵那一波 对 我们看一下中单 这边LULU带的是一个进化 而这边狐狸带的是隐然 这样的话也是防止被对方 捋到一个新手开团 或者被垂食 现在大部分的中单选手 在面对对面有狐狸 或者说有硬控的情况下 都越来越喜欢带一个进化了 对一个是狐狸还有面对蛇女的时候 但进化的一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这个进化除了解掉对方技能以外 还能解掉点燃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它可以解掉所有的异常状态 对 但是有一样好像是不能解除的 就是火难的被动 火难的被动是吧 对 那我问你 印象比较深刻 小常识 维恩的被动能被解除吗 维恩的被动是指它的一个 圣银剑弩 那个W的圈能被解除吗 不能解除 确定吗 我确定是 我想的85%的内心独白是不能解除 难道可以吗 水银系带可以解 进化解不了 进化解不了 就好像进化是解不了狼人的压制一样 但水银系带可以 但是有一个万物皆可解的东西 船长的橘子 那这个船长的橘子是可以解 可以解巴尔扎哈的大 可以解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个但是VN的一个被动 是解不了的 我就说是所有控制都能解的 就是船长的橘子 那我还是想确定一下 水银系带真的能够解除VN的 真的能解 真的能解 W的关圈 真的能解 那这样的话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在你VN快打出第三段的时候 在你一瞬间我点开水银 是啊 这是一个很赖的事情 而且但是 给大家说另一个小事情 就是最克制VN的装备 是女妖面纱 难道他的第三下爆炸是会被倒吗 不是啊是因为VN只有一个E技能 可以击破你的女妖面纱 而对拼中VN往往是需要用E技能 你拉开距离 或者说加你定到墙上的 你有女妖面纱的时候 VN那个E就不可能放出来了 因为他没有别的技能 去打破你的女妖面纱 那还有一种就是拼反应 就是西威亚的E技能护盾 对 就是在你上一路接A 这边是学了E二级 手好快啊 这边二级开始是应该没有点技能 因为正常西威亚在二级是要点Q的 在线上正常对拼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打法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这么玩 比如说有一个 立桑桌上单 二级不点技能 就是你二级 一级学Q 二级观望 来打野我学E 然后三级是点Q的 三级基本上是点Q的 就是观望嘛 反正观望嘛就是 你留在身上也没有什么那个坏处 因为你W也不可能走上去跟地方去拼那点伤害 然后之前还有看UZI第一次玩飞机啊 UZI一级学Q二级留点 对拼立刻学E 不对拼学W 然后三级继续留点 这边直接是溢出一个闪现 闪现闪的有点着急 这个还是非常赚的 因为狐狸是满血 那一套伤害是并不一定能够打死 顶多回城 他应该是想继续在线上打 同时他也忌惮万一什么他不闪现的话 露露的技能接上 他早晚要闪 那还不如早点闪去保存一下血量 因为露露这边是没有带领 我们先看一下上路这边 也是闪现 闪现躲掉一发Q 回身高温一叉减速一下 这样的话双方也是各逼出了一个闪现 上路蓝博士交代 这边是狐狸也交了一个闪现 那这样的话主要还是在于狐狸六级以前 中路还是非常难受的 因为他是没有位移技能 而最可怕的一点关键是挖掘机 他有闪现 因为挖掘机闪现过去 异技能加闪现顶起是非常无解 而且距离是超远距离 比斯德伦的大招还要远 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那个资源 你觉得这个英雄联盟跳远 跳得最远的是谁 潘森还有一个 你只怎么算跳远 其实跳远的话像卡三丁那个也算跳 还有一个卡牌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大招距离是比潘森远一点 照你这么说最远的是肾 那个叫跳吗 跳到队友身上也是跳吗 照你这么说是肾啊 你看这样说也是比较有道理 还是比较不大精深的 你还是太年轻了我跟你说 这个位置现在疯女婿合到作眼 然后勾到这一波是 护盾挡掉的是男枪的大号牵弹 这样还是比较OK的 而且回了挺多蓝量的 其实刚刚那一下 如果不忽略打野的存在 就忽略打野的存在的话 男枪最好的一个处理方法 就是溢到那个轮子帮的脸上 跟他对A一套 等他开E 或者拿烟雾弹片翼 因为疯女也打不出什么输出 所以说你贴脸跟西威尔对点的话 是不怂的 而且刚刚也是没有兵线 还是比较稳这边 万一你后面出来一个挖掘机 那下路直接就崩掉了 现在在比赛里 越来越多的选手 除非在100%堵定的情况下 不太会选择 交自己的位移上去强行去打野 除非说是一定能够打到一个击杀 就哪怕跟你换掉 也是浪费你打野一个时间 并不亏 在对线方面啊 其实男枪在打西威尔方面 还是挺好打的 我们看出装方面 狐狸回家是买了 这个叫出鬼输了 嗯 圣杯的可能性也是挺大的 也是有几率 因为鹿鹿前期的一个爆发还是挺高的 我觉得狐狸出圣杯 就是偏刷型的 说说是可以的 但真的出真的有点蛋疼 也是有一定的可能 然后这一局蓝薄先出了一个探索者护壁 其实打女刀最好的一个装备 还是要出一个那个面具 因为女刀打队的一个真实伤害 又能撑血 对又能撑血 然后又有一定输出 对龙有想法 这边先把河道迅捷蟹先收拾掉 其实DK如果说现在打龙 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想法 因为SHE这边前期打团 前中期打团那个能力是特别强 对 而且加上一个蓝薄 而且蓝薄有6了已经 对 现在的话呀 这个女刀锋打这组石头人 把自己打到半血这种情况 我觉得 想多拿一点经验 因为兵线在对面 然后他又不太想直接上去 就扛着兵线去上 所以说先把蛤蟹 这个石头人打了 然后再等这波兵线推过来 我们看这边女刀身上带的眼 也是非常稳 是先买了一个100 然后觉得自己不够安全 然后再买一个75 身上还有一个视频眼 真的是稳的不行 好 这场比赛反而双方在前期 打的都比较保守啊 感觉有点不想晚节不保的意思 对 就都想在最后一局里 拿下一场完美的胜利 这个其实在咱们中国人来说呀 经常讲一句话叫什么 就是有始有终对吧 对 有始有终 就好像我们俩今天解说搭档一样 对 就你做一件事情 好的成功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 然后好的收尾 是吧 就是成功的另一半 你是不是所有的集中注意力 都在这个风上面 会不会抢到小龙 对 实际上说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都不到 但是 还是感觉 集中注意力在哪 所以说两边都希望 能够在最后一场比赛里呢 拿到胜利 哎 这边吹一声 哎呀 其实刚刚不动 我也觉得是 你回呀 哎呦 这样诗寒惩剑回身被收掉 拿到第一滴血 这个传送了隧道过来一个蓝薄 那这样的话 小龙感觉是要丢了 已经丢了呀 已经丢了 刚才小龙已经 是被DK拿到了 被DK拿到了 这不幸中的万幸 就是小龙已经没了 然后蓝薄传送下来 艾伦莲还有可能把上打推一推 但是刚才随时这个 我觉得这也是心理素质的问题 嗯 刚才是一直在那儿 避他还有两秒左右回去 你是不一定会死 但你出来你是避死的 刚才 挖掘机 其实这个英雄 他第一听效果有一个特点 如果你站在那儿不动的话 他是听不到你 对啊 对啊 就你只要不走动的话 你站在那是 哎 后面跟着一个狐狸 这一波塔要掉的话 蓝薄有点危险的呀 我已经宣布他死完了 因为狐狸是有大招的 漂亮 这样两波人头还让给了艾尔利亚 看来两个人平时关系比较好 这边Limit虽然是队中唯一一个韩国外员 但是感觉队内的 还是挺和谐的 照顾他的 对 好了 那双方前期DK是拿了一条小龙 虽然说丢失了一血 但是上路狐狸的一个Gank 也是成功的帮助Limit拿到一个人头 那前期基本上还是一个五五开 对 我还是比较喜欢偶像歌手这个皮肤 我觉得这个勇者没那么好看 他的那个Q技能是带有那个声音效果的 特别好听 嗯 好 芒僧这个时候打一个红 这局比赛对于DK来说 其实在开局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些优势 无论是第一条小龙 还是说我们看在对线方面啊 除了狐狸稍微被压了一下 上路艾尔利亚是压了对面蓝波30个刀 但是这边狐狸是被对方给压了20刀 这个是稍微有一点小伤 因为狐狸是去上路游走支援了一波 这个20刀还是可以接受的 还是拿一本鬼书出来 现在鬼书对狐狸来说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装备 主要是减CD啊 对于大部分的中单都是泛应性非常高的 是的 主要这边也是有关于到明火的一个取消 其实明火对于狐狸来说是一个非常神的一件装备 马上要出新版本明火了 我们看一下冲突这一波 没Q到Q兵 马上要出新版本明火了呀 在PVE上已经出来了 就是那件道具两个新装备嘛 一个是新版本明火 一个是新版本电刀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波女刀是有闪现的 这边顶多 哎闪现 没有我们只是眼睛花了一下 这边也是被兰博的高温烧死 我觉得闪的有点着急 没有 其实他刚刚并没有交闪现 好了 其实刚刚那一下中路我们是有提到过 刚刚下次来干个中路那一下 其实最好的一个处理方法是 插一眼闪现回踢露露 好 导播好耿直 好耿直的导播 导播好耿直 方言强行帮选手援一下说 他应该没有交 然后导播好耿直 导播给大家看 他闪现进入CD了哟 非常耿直的导播 我觉得 常行提醒我们 他用了闪现 我跟你说 我就是在咱们这个连续 解说了三个月 我真的觉得咱们的导播 第一是特别认真 然后第二是 导播特别负责任 你知道吗 我们导播还特别猛 你知道吗 就是经常有的时候 我有些东西没注意到 然后导播就不停的示意我 对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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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看 对 就是你话你还没说完 你快看那个 我们给你出版了 好 现在其实这一波 把艾伦利亚抓死 我觉得也不是很伤 对于这个DK来说呀 他们不会损失掉 太多的地图元素 而随着比赛时间的进行 DK也越来越多的 开始把视野往前做 这个针眼不敢排了 也是稍微有一点危险 但是蓝某这边雪天比打的有一点低 这样伤害还差一点 风景实时看到 救死扶伤脚有没有 回事再给个治疗 哎呀 瞎子这一脚 也是 也是原来 OGN一名非常有名的华驼选手 再是华驼 再是华驼 如果大家在上赛期看了OGN的话 应该知道一名叫 Dy Dream的选手 全场救死扶伤脚 Dy Dream也是被称为电竞华驼 刚才这一脚 真的是救死扶伤 其实他刚才觉得是 我踢一下狐狸阶段大 就死了 没想到踢过去 踢到对面风景的怀抱里 风景给他个大招 然后加上大招 对 然后西威尔过来给了个治疗 无微不适的关怀 开了大招千里之外赶过来 给了一个治疗 对 满满都是爱 下路防御塔 这边的话是雷克赛过来 先破土而出 给个深寒惩戒 露露的帮忙皮克斯挂在锤石身上 给上治疗 狂野生长扛打扛太多了 哎呀 防御塔已经掉了 但是上面的话 露露是一死了锤石 南枪回身 雷克赛的大招效果消失 但是南枪已经被变成了小动物 回身给个Q 深寒惩戒 Q到盲僧二段 魂音踢踢到 平A没有 神龙白尾 伤害是不太够的 但是他是有一个闪现 哎 走位躲Q 再追要出事 这个游戏里 最不应该追的两个英雄 一发条二露露 嗯 这两个追肯定是让你付出代价的 其实还有一个比这两个 更不应该追的 第一应该是炼金 对 第一应该是炼金 主要是因为炼金现在上场上的比较少 泽源这个反身的一个功力 还是比较强劲的 我刚才想说一下炼金 也是及时反应过来了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炼金 确实 我们大家对外追 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我这个能力 是因为脸被打的比较多了 是吧 就强行衍生出了一种能力 是的 我最近也是经常有看你发的一个微博 是感觉压力挺大的 欲感脸要被打的一瞬间 用手护住 对吧 虽然还是会打下来 但是没有那么疼而已 是吧 其实这一点还是 应该是经验累积出来的吧 不过确实跟泽源搭档 还是有一些关照的 就不像我参加某直播 然后就是满满都是算计的队友 对 某直播我还天天看 满满都是算计 太难了 防野是比较惨 这边的话是帮狐狸拿一个蓝 然后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双方距第二条小龙 要展开一阵争夺 但是 露露是回家了 艾瑞丽亚这边传统还有一段时间 嗯 这个位置啊 其实对于蛇队来说 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如果能够把这个团开起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 刚才也说到这个问题 蓝薄 对 主场 蓝薄的主场就是小龙 但是确实 蓝薄这边是出了一个探索者互币 还是补出了一个法穿面具 法穿面具其实 无论是对线还是团战上 对于蓝薄的一个初始大招的一个加成 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蓝薄这个英雄 他的一个基础伤害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说出这一个面具的性价比是非常高 是的 很精彩的眼位 刚才这个眼位 导播也给我们看了一下 这个眼位是从S2赛季就有的 将自己的假眼插在龙坑 两个进门左手或者右手边的夹角的地方 对 坑外的真眼是照不到的 是的 这是非常精髓的一个眼位 其实在大龙里面也有这样的眼位 对 就是查死角的一个眼位 是的 因为大家把真眼不太可能 就是很少会插在龙的中心 因为你插在龙的中心的话 虽然能 这边小龙是被蛇队偷掉了 虽然能够看到龙坑内的情况 但是你合到视野就会缺失很多 对 性价比太低了 而且现在真眼100块一个 是吧 100块都不给我 踢过去 闪现踢 这个闪现踢稍微有一点失误 并没有成功的踢回 上路传送也是有所取消 第二球 连救两人 老军一 第二脚连救两人 这个位置 狐狸开而过去 强追还有一段大刀 穿墙过来 狐狸在修改后 穿墙穿的更容易一些 欺诈宝珠 给上再给上点燃 W鬼火 应该是能够收掉零赛 这一波相对档 也是给狐狸增加了一个不少的经济 还好 老军一 老军一芒僧使出毕身解数 抢救挖掘机 无奈狐狸杀人不眨眼 队友杀心太重 无奈 终于无法救回 对 不过刚刚那一下闪现踢 应该是选手稍微有点紧张了 失误了 他是想R闪 他是想R闪 结果踢了 他又想闪R又想R闪 他刚才是双重想法 结果踢了个 是踢了个R闪出来 但是是踢完再闪出来 结果那个闪现没有改变踢的位置 结果踢了一个就死扶装角 对踢过墙了 不过也可以看出来就是 这一场DK其实没有那么紧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紧 也挺好的 打的还是比较放松吧 因为 但是这个盲森的心态 还是稍微有一点紧张 能够感觉到 这样 河道迅捷蟹被拿掉 然后垂石过来 再问你一个小技巧 就是小知识 当两个队友同时 站在雷克赛的洞上的时候 谁拿钱 就是两个人去踩了一个赛这个洞 把洞踩掉谁拿钱 我想一下 是两个人同时 去踩那个挖掘机的洞 等洞掉的时候谁拿钱 就是两个同时踩上去 还是有一前一后的 随便啊 就是一前一后吧 你觉得谁会拿钱 我觉得踩他 其实动的那个人拿钱 其实这个问题 我跟娃娃已经验证过了 我们两个双排都是验证过了 结果呢 都拿钱 当时情况是对面有个雷克赛 我们队友在中路 三个人跟对面五个人就要团了 然后我话说 走走走 作为解说我们要试验一下 然后我们两个去下路了 我们两个踩了个洞 发现每个人都有钱 结果队友被团避了 无论是先踩还是后踩 只要你们两个在洞消失之前 就是一共加10块钱是吗 对 好那现在17分钟 人头比是6比2 双方各拿一条小龙 但是SHE这边是稍微领先一点 是的 现在问题不大 蜂女是出了个美甲的窃魂卷轴 杀人数 这件装备 其实对蜂女来说 一直是一个比较常用 或者说比较好用的装备 那个蜂女出商人数 在路人rank当中 是一个逆天的存在 如果说你能保证你团队不死 特别是在优势滚雪球的情况下 因为在路人rank 那个rank当中 大家浪的一个成分还是非常高的 我觉得 那个泽远这方面 应该是有一些独特的经历吧 没有 我很稳的 我是说你遇见过的队友 我这种稳如我棍的人 犹如防御塔般的男人 真的 跟防御塔融合为一体的男人 我告诉你 我打上路 我就是上路的第四座防御塔 是吗 就是 稳的 我觉得你下次可以跟我棍双排 你去打野 稳的就好像缩在防御塔后面一样 是吧 这边两个人 对这个蛤蟆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最终雷克赛选择 没有让给他 哦对了 我刚刚就是 我今天有跟那个泽远聊到过 就是有关于现在rank当中 非常流行的上单人嘛 我也是听说泽远说 有一个英雄就是可以上单 打爆人马的一个进展 你开始也没告诉我 那现在跟我们来透露一下 这个最近很多玩家 可能已经被上单人马 打得不要不要的 这个时候 你当看到对面锁人马的时候 锁下盖伦 相信我 那我开始也有考虑过 因为盖伦这个英雄 我用的不是特别多 所以说我也不敢发表一些观点 而且如果你玩盖伦 千万不要出肉 相信我 千万不要出肉 盖伦不出肉的话 团战会不会被吊起来的 不会啊 开个W冲上去 吸收一波伤害 秒一个人 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那这样的话 还是比较吃闪现的 反正 我玩盖伦的出庄 永远是第一件 起码做个幽梦 先做幽梦 出鞋吗 就是先出幽梦 不顺的话 就做轻语 顺的话 出鞋吗 就是在幽梦之前 出鞋 出鞋 出一级鞋 大龙刷新了 这边导播好喜欢 看这个大龙的出生动画 确实帅啊 好 钻来钻去 然后从地底下钻出来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你知道吗 我想了半天 还是没有反应过来 没有反应过来 这个领域的含义 是吧 胖子是没有前途的 你再胖一点 就钻不了那个洞了 好冷啊 你就只能 啪从地上出来了 是吧 这样就 只有瘦的时候 你能耍耳帅 钻来钻去的 是吧 那我问你 再隐身一层含义 你知道是什么吗 深一点是什么 深一点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胖子钻不到洞了 对吧 好吧 就钻不出来嘛 这个就 没法做一个 很帅的出场 确实也特别在理 那我来问一下 那个泽源 你知道那个企鹅的肚皮 为什么是白色的吗 为什么 你仔细想一下 因为企鹅每次洗澡的时候 手只能凑到自己的肚皮 是不是很在理 我觉得 我觉得 咱们两个现在 已经快改成冷笑话大赛了 好 那这样的话 小龙还有35秒钟刷新 那现在的话 SHE对于这一条小龙 那个视野掌握 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看到 他在小龙附近的视野 已经是做好 那现在也是近等DK 跟我们去打小龙团战 对 主要是在刚才的接近五分钟当中 双方没有太多的动向 主要还是围绕着自己的线上 进行一个小龙的发育 那看一下装备 在这波团战当中 蓝博将会拥有中亚沙漏 对 而雷克赛呢 也补出了大胶带 以及水云鞋 同时中单的露露 是在大神杯之后 直接补出帽子 格雷福斯的装备 其实跟西威尔对比 两个人差不多 西威尔是做了无剑 但格雷福斯是补了银血的路线 但是西威尔现在应该还没有灰尘 他的这个装备是稍微有一点偏骂 而这边南枪并没有选择无尽 放掉了这个龙 应该是因为上一条龙 是被偷掉的 所以说 DK战略没有太好的时间计算 只能是等 到场稍微晚了十秒钟 但这个时间并不是特别长 RSH也是抓住了这个时间 先拿掉这一条小龙 这样的话 两条龙 接连两条都被对面拿掉 我觉得DK战略在对下一条龙的时间计算上 要稍微上点心了 不过好消息就是 在这个时间段 中路防卫塔被推掉 没有魅惑到 露露给上自己一个加速 侧面战场的话 艾尔利亚也赶过来 这一波是没有办法再推进了 随着比赛的进行 DK战略又慢慢的 有了一点点经济的落后 你觉得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 DK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其实DK这个阵容的话 最好的方法还是往后期去拖一点 因为蓝博其实他在后期的一个伤害 跟女刀在团战中的一个作用相比的话 会逐渐减少 而男枪在后期的一个伤害 是比西威尔要高的 而露露其实在打到后期的时候 也是比较疲软的 只要他们DK战队能够稳住拖过前中期 那后期的话基本上是一个DK的天下 而蛇战队这边是最怕的就是拖 而且随着比赛进程的推移 到时候艾瑞丽亚会对整支队伍 都产生非常大的冲击 因为这支队伍他更多的 就是蛇这个战队 他现在这个阵容 更多的是一种选择跟你强行打 然后用技能去覆盖你 同时依靠西威尔的大招等等 去跟你打 快速追进这么一个阵容 一旦被一个艾瑞丽亚不停的牵制后排 或者说不停的在这个自己的阵容中翻江倒海的话 就很难找到就会去应对对面剩下的队员了 是的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而我们现在看到艾瑞丽亚出的一个装备 是一个水银鞋 然后补队又是一个魔抗的斗篷 现在他在团战当中的一个免疫控制能力是相当高的 这个是要做绿甲了呀 燃烧宝石家幽魂斗篷的合成应该是绿甲 但是绿甲这件装备在比赛中已经很少出现了 芒僧被抓了 还好 垂直的一个非常精髓的灯笼 是的 你天天救人 我也救一回 你再摸眼回去 你再踢个就此回 就此不双脚的话 他这样真的是 哦 西威尔开大先打这一边 传送过来 狩猎但是自己被勾到了 没有赶上 栏目就哇 这个大招我的天 这个位置回身踢回西威尔 但西威尔身上已经给上了狂野生长 而在侧面战场的话 艾尔利亚追着雷克赛 雷克赛没有死 哎 为什么把龙克赛跑 哎 看一下这一波 女刀的血量 血量一技能是达到了 西威尔的一个护盾上面 看一下稍微有点危险 看一下 男强给了一个治疗 闪现 但是 哦 露露的帮忙皮克斯给到西威尔身上 西威尔皮A配合皮克斯A出去的这几下 把女刀收掉了 有点的倒霉啊 刚刚那波团战 蓝薄落地的一个点 而且那一个大招甩的位置 封死了DK所有的希望 对 这个位置 现在中路防卫塔应该是也不能要了 刚刚也是西威尔主动开团 然后配合上蓝薄的一个传送 打了一波一换三 非常大这个优势 盲森刚才踢过去 想踢过来西威尔又被秒了 然后西威尔身上是有一个狂野生长 没有起到太好的作用 这波盲森的发挥 还是稍微有一点欠缺吧 030的一个数据 并不是特别理想 是的 好消息其实是 唯一的好消息 我觉得就是刚才疯女死了 然后这个 雷克赛刚才死了 对 还好是刚才把雷克赛杀掉了 而且是狐狸拿到这个人头 那这样的话 其实狐狸是一个很难 carry的一个AP英雄 在这个版本当中 这个版本我记得狐狸好像是有削弱过 他的W上还是胀低了 W跟R技能 还有Q技能的一个号蓝量 他的W的这个范围没那么广了 就是原来的狐狸的W是什么 就是那个GPS 自动寻境 对 然后现在这个W呢 就是纸飞机 就是你贴近以后才能丢到对面身上 以前的话是有一个很远的距离 原来是雷达导航 自动锁定 自动锁定目标 战斧导弹 对 战斧导弹 然后现在呢 就是这个手动控制 往里面身上丢 就距离太近了 现在这个W 那还好 现在是能控制的 他能够很好的把W打给三个人 但这样的话团队当中岂不是很难扔 对啊 确实在5.2版本 狐狸太强了 我觉得 5.2的那个狐狸实在是太过于强 他的一个Q技能的加速 然后加上W伤害的一个提高 以前狐狸是一个辅1的版本 也是5.2版本 没有办法狐狸W伤害加的太高 只能去辅W 你原来玩狐狸辅1的吗 对啊 原来玩狐狸都是辅1的 在以前的版本当中 我觉得很早吧 对很早 随着异技能在修改以后 一般都是-W了 哎 这边是勾到了 还好对方是有进化 狐狸是交大过来给魅惑了 然后没给到 后面雷克赛 露露在后面已经收掉了前去过去的锤石 而兰博这个位置大招 稍微有一点跟自己的团队 哎呀 金神奔火 这个伤害真的是炸呀 后面的雷克赛寻找猎物 收掉对面格雷福斯 剩下狐狸 已经女刀两个人 女刀回身只能对拼 鲁鲁鱼的保护实在太多 零幻似 噩梦一般的金神啊 刚刚那个地方 蓝博是跟自己的队友已经脱节了 但是这一个金神 打破了DK想翻盘的一个梦想 这个大招金神喷火 伤害真的是炸 对 两个人都让上海 因为他是一个红温的伤害 用金神正好堵掉自己的一个红温的一个CD 好 那时男爵的宋哥也已经来到了 蛇战队的队员身上 现在 对于DK来说 其实游戏已经很难了呀 艾伦利亚还是做出了自己的振奋铠甲 其实纪念的装备 在很多时候更适合一些 能够主动回复大量生命值的英雄 比如说蒙多 对 蒙多其实出振奋的话 然后配合上一个大招 在团战中基本上是一个打不死的存在 其实人马的振奋效果也很不错 配合上他W的一个效果 对 他W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他W是你在那个圈里 那个圈里的所有东西 受到的所有伤害 就是你队友打的伤害你也会回血 是的 这个W一般现在上台人马都是辅W 就是保证 还是辅1多一些 辅W还是打团战还是很厉害的 对 但是就打线上的话 我觉得辅1多一些 因为辅1的话伤害会很高 对 第三条小龙被蛇队拿到 同时也有一个移动速度的加成 现在下落的兵线也慢慢被西威尔 以及超级小兵带到了对方塔下 濒临城下 对于DK来说 这一波的防守攻坚战 也只能选择在自己高地上进行了 因为这个下落二塔很快就会贵妃烟灭 好了 那现在DK战队也是所有人回城 然后进行下落高地的一个防守 这一波防守对于DK来说还是非常难的 很难啊 DK这个阵容现在没有人敢先手 垂石勾到不一定能杀 因为有陆路这个点 我觉得这一局最精髓的这个点就是陆路 西威尔已经开大 这一波冲上来 哇 西威尔这个异服当官万风破开啊 蓝波大招又是留得很好 挖掘机身上给上狂野身上 风景再给大招 金身喷火 一下伤害再次爆炸 进场的 王僧被套上虚弱 难以找到任何能够提开的目标 南枪已经被皮克斯长枪 以及这个西威尔消耗成残血 狐狸开大招想要上前 但没有机会 双方打了一个一换二 还好刚才那一波收掉了西威尔在混乱之中 不然这一波感觉中路都要掉 是的 那这一波还好是勉强防守住了自己的一个水晶 高地 大水晶 而且这一局陆路非常奇怪 他也是非常机智啊 不能说奇怪 做了一个三速血 三速血保证自己的一个支援速度 然后在团战中的一个寻找空档的时间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马亭好像要今天要为脆魂之连代言 他玩西威尔也是出了一个脆魂之连 勇动刀 这个也是有一点在意料之外 因为西威尔这个英雄打团的话是并不缺蓝的 我觉得第一啊 最主要一点是因为这装备便宜 说真的他便宜 他跟银血剑唯一不同的就是被动效果 他的面板属性提供跟银血是没差的 80点攻击力跟吸血是没差别的 但是银血是一个20%的一个吸血 加上一个护盾 那个护盾的效果就是能够保证你在吃第一波伤害的时候 能够多扛一些 主要是那个护盾还有一点就是你在对拼的时候特别的强 一道风女一波响秒 哎呦这个护盾直接葬送了对面的希望 同时西威尔开狩猎追上来秒掉对面狐狸 虽然蓝枪已经及时交出快速完成 但依然被秒 蓝魔大招放的依然很漂亮 垂师在后面勾到对面 但没机会啊 这个位置小恩在塔下直接被西威尔的弹射弹死了 大大的挖掘机 哇改了一个买了一个抗性的挖掘机 这边已经是大的无法想象 其实那天我印象最深的是 哎呦这边在跳舞 投掉了投掉了 好了那我们也是恭喜SH战队2比0拿下DK 是的其实我那天印象最深的是 杀手时期的纳尔 吃钢铁和地 费路路给一个大以后 一个屏幕这么大的纳尔 就是你只能点到他 根本点不到其他人 好那本张比赛也是 好那天印象最深的